那么我讲 人生第一个阶段是趋力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 趋名 当你走了一段人生 你在工作已经变得比较自如 你开始注重社会对你的评判 所谓趋名 不是说你今天要成名 你变成一明星 到哪儿就有人跟你合影 是吧 不是一个事 是你注重你的名声 当我们人生走过了趋力趋名 这两个阶段以后呢 我们就走入了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趋静 希望我们内心是安静的 内心呢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们内心何为安静 我有时候啊 很长时间心如止水 这叫内心 安静 但我有时候 也会突然的激动 比如我现在一站在台上 我就多少有一点激动 我平时说话也不是这样 我要平时聊天是这样 我就会变得非常讨厌 对吧 我每个人都是急事白脸的 这种肯定会 但是我们当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 底下有上千学生 听我发表这段演讲的时候 那我内心还是有一点激动的 当我们走过人生这三个阶段的时候 就应该理解你的人生的价值所在 我过去啊 过去呢 自己一开始做事 就俩仨人做事 慢慢呢 博物馆做大了 我做博物馆23年了 做官复博物馆已经23年了 博物馆的人也多 来来去去的人也多 那么后来在这个 博物馆的这个 招工作人员过程中呢 因为不是我招人 我从来不会招人 我觉得谁都行 那但是工作 这个博物馆得有专业的人去给你招人 那天告诉我说 今天咱们终于招了一个女博士 呀 我说太好了 终于有博士来应聘了 来了一个女博士 女博士身后跟着八个人 他们家亲戚差不多全来了 近亲远亲都来了 来了一个呢 女博士就确实一看就像女博士 身后的人呢 立刻分成三拨 一拨奔后勤 看看后勤的设施 比如吃饭的环境啊 因为还要住宿舍 宿舍的环境啊 一拨呢 奔了办公室 看看办公室 左邻右舍都是谁呀 另一拨呢 就奔了工作场地 你们认为这事对吗 女博士很有意思 上了一天班 第二天呢 不辞而别 所有的信息全部关掉 无法面对他不能适应的这个社会 我们对社会是需要有适应的 即便你不能适应 你可以留下一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呢 是说我不适应在这 或者说你这个地方不适应我 都可以 一句话 本身你到哪应聘都有适应期 这个没有什么对错 但是你关掉你所有的信息 你永远不再跟我们联系 这就是你的错 对不对 你读了那么多书 掌握了那么多知识 就这么一个坎你都过不去 你将来怎么融入这个社会 你怎么能允许你家里那么多人 跟着你帮你去检查你即将工作的 这个环境 这里的上百人都在工作当中 怎么就是你非得需要 你家里那么多人同意这个环境 你才可能工作 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要知道 不管你掌握多少知识 当你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 你未必能够适应 我刚才说了 我从来不管招人 我曾经招过一个人 就招过一个 我去看话剧 前面 前一排的女孩子一回头 一看我说 啊 马老师 他们就快站起来 我说别站起来 话剧快开始了 他说我刚工作辞了 我能不能上你那工作去 他那个热情是扑面而来的 我说可以啊 我说你明天就去吧 我一生中招过这么一个人 筑成我人生的大错 人很好 我们先说人非常好 他工作起来 我们单位很多人说 说他做个非常好的朋友 很好 但是工作有问题 为什么呢 工作太强势 不容 跟每个人都不忠 有若干个部门 每个部门最终 都不要收留他 跟谁在工作中 都叫针尖与脉盲的去对 然后 如果对方错了 已经认错了 他仍然不依不饶 这就有问题 我刚才讲了 你只能对自己苛刻 你不能对这个社会 对别人苛刻 你对别人 一定是宽容的 但他做不到 那最后呢 没办法了 我跟他谈话 我说 全博物馆的人 只有你是我招进来的 那么今天只有我来辞你 我说能理解吗 对吧 我到现在跟他关系也很好 辞了他不代表 就说这人的关系不好 只是你不适合 跟这么多人融洽的工作 我讲过一个道理 你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工作 高高兴兴的不是本事 你跟你不喜欢的人 依然能够工作 这叫本事 这需要修炼 你要修炼自己 我认识一个朋友 当年在美国 本事特大 在美国非常著名的一家大银行 总裁找他谈话 说你能跟谁谁谁 一起工作吗 他说能 他说 为什么不能 因为这个人 是所有人都不能跟他一起工作的人 个性极强 极强是一般人都受不了 但总裁不开这个人 一定是有他存在的价值的 然后就问我这朋友 说你能不能 他说能 然后 这个银行最重要的一份工作 就给他了 在二十年前 当时是在中国 所有留美学生里 工资最高的 当时的工资是年薪五百万美金 如果我先说年薪五百万美金 你们觉得每个人都说 我跟谁都能一块工作 对吧 我们现在说的 你跟别人一块工作 跟一个个性张扬或者极难合作的人 一块工作 是要有工作效率的 办公室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有的人 一见如故 无话不说 有的人 面对面的做三十年 形同路人 这都有啊 那么问题是 工作是要有效率 有成果的 你不能说我跟他一块能工作 但是没有效果 没有效率 做不成事 那不行的 一定要知道做成事 所以这东西 就叫张持有度 你得有度 你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进 什么时候不可以进 这就是所谓的情商 对吧 我们现在有个简单的问题 你说情商重要 还是智商重要 对吧 我都听见了 很多人说情商 对吧 情商比正 这个智商重要 你知道有的人傻傻的 情商特别高 生活中你经常能碰到这样的人 很多人啊 因为我们人啊 我们人本身是一种情感动物 每个人都有极丰富 极细腻的情感 对吧 你人生中就是要解决很多这种情感问题 所以我觉得合作 对每一个工作的人 或者说你即将工作的人 是你工作的第一道坎 我们每个人 在遇到这道坎的时候 一定要想方设法地跨过去 每跨过去一次 你就会成长一寸 珠穆朗玛峰 你也是一步一步爬上去的 对吧 如果用直升飞机给你运的 8848那个高度的时候 现在是8844点多少 给你扔到那高度放下来 你就死了 对吧 所以你一定要一步一步去适应 对白 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 感谢新历城独家冠名 本次公益活动 学口才到新历城 那么我们今天 我们转了一大圈子 说了半天 说的是什么呢 财务自由 那财务自由呢 有很多新词 我们可以看看 第一个自由叫菜市场自由 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对吧 那么第二个自由呢 叫交通自由 对交通自由得解释 交通就是一个位移 最便宜的自由是什么 我现在不知道 骑那个车多少钱 一块钱还是五毛 一块钱 五毛的日子没了吧 你们老想着五毛的日子 那些公司就全倒闭了 那些公司都是五毛五毛 给骑倒闭的 你知道吗 所以它要变成一块钱 一块钱能骑多远 我也不知道 那么这叫交通自由 交通自由中 交通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 世界上最贵的 就是你做最豪华航空公司 最豪华的头等舱 一败 阿联酋的航空公司 天上能洗澡 如果你钱足够 而且你还有男人 你还有女朋友 不是女朋友 或者夫人女朋友 可能不成 女的有男朋友 或者丈夫 你可以要他那张单肩 有双人床的 在空中 有无数那个 阿拉伯美女 就是那披着长沙的 老用英文问你 你需要什么 你说我需要你 不来打交我 我好容易花这么大钱 在空中有一张大双人床 你得多高兴啊 那也叫交通自由 那一下子 基本上飞走一辆车 先别说飞走一间房 现在有一个 斜血的说法 叫什么 车离子自由 一开始我死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他咋自由啊 闹了半天 就这东西很贵 是吧 吃不起 我请你 没问题 现在一盒车离子 多少钱不知道 大概多少钱 一百块吧 一盒 差不多吧 买这个吃 毫不心疼 这叫车离子自由 我非常喜欢 这种邪血的说法 人生一定要有一种 自嘲的态度 对吧 什么叫财务自由呢 有这样一个人 咱别说人名字 说名字不好 就有这样一个人 他爹给了他五个亿 他今天呢 被限制高消费 他一点都不自由 你们为什么那么高兴呢 他是这样 你通过这样一个例子 你知道 真有人给了你个五个亿 你未必是自由的 人有多少钱 他对应就有多少事 人绝对不会 你有一大堆钱 你就没有事 我先告诉你 你突然来一笔钱 第一个 铺上来的一定是个骗子 你如果没有能力 管你这个钱 你的钱一定是萎缩的 对吧 你的钱不停地萎缩 你就焦虑 你焦虑 你就过得不好 不是说有这样一个事吗 这个人有好几个亿 最后剩了一百多万美金 觉得活着无望 跳楼自杀了 你们在座 谁有一百多万美金 会跳楼去 他就是残照物不好吗 原来是上亿 现在剩一百万了 等于没钱了 要跳楼 人生的麻烦和内心的障碍 都是自我找的 我们生活中其实能看到很多 就人生的欢乐 各有各的欢乐 所以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财务自由的一个追求 我问过很多发过大财的人 所谓发过大财 就是你们所有人认为 他财务自由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觉得 当你挣了这么多钱的时候 你人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他说 就是上餐馆点菜的时候 先看左边了 明白这意思吗 你没钱 一定先看右边 把那贵的全剃出去 捡便宜的点 它就这么点区别 过去王硕写过一篇小说 就是两个人装着 跑到一个餐馆 餐馆里那单子全是外文 看不懂 然后只能翻翻翻 翻到最后 这便宜点了俩 说等着 等半天 说你怎么老不给我上菜啊 他说刚才你点的都上了 说什么时候上了 我们都还没吃呢 说你点俩歌都播完了 那便宜啊 十块钱一个点完了 对吗 这种事情过去都是有过的 不是每个人生来 就会经历很多事情 你成功了以后 你会享受人生 是吧 你看到电影里 你天天被这个脑 那个电影里 电视剧给你洗脑 我第一次 三十多年前 我第一次去吃日餐 那是我在北京啊 我跑到天津 有个叫利顺德大酒店 那个酒店 当年孙中山先生都去过 那时候有日餐 我第一次去吃日餐 日餐 那拼盘都上了以后 它肯定有一块芥末 对不对 那芥末做成窝头样 对不对 大小跟那个慈禧太后 吃那个黄的窝头一边的 我当时没见过 也没听说过 也不知道是什么 一想 日本人这个绿窝头 不就比我那黄窝头 看着是个绿的吗 我就加点一口 就搁嘴里去了 不仅上头 还上脚 两头上 人生都是这样 你出无数个洋相 当时呢 唯一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 我这眼睛突然特通畅 眼睛有多宽 泪水有多宽 跟瀑布似的往下流 眼睛有很多潜力 你们要不信 你说我哭不出来 你就把那一口咽也去 我保你 泪如雨下 所以我们在人生中呢 要知道 所有的自由 包括财务自由 是有限度的 你如果奢望一个 你不能架控的财务自由的话 你一定生活不是幸福的 很多有钱人并不幸福 我见到这个有钱人 多了 这个 朋友啊 我经出卖朋友今天 我一朋友 自个儿盖一房子 盖好了让我去 去了以后 我看他那房子 我一进他们家 先说 你喊一声 有三声 为什么这屋里太大 都是回声 往往都来回撞 他把他妈接进去住 他妈九十岁了 也不敢说什么 他一不带 他妈跟我说 他妈说 这哪是人住的房子 这屋子里没法住 他不是说 这个空间越大越好 你每个人都想一下 我这个卧室太小了 我将来有个宽大的卧房多好 那多大 为何是 你是二十米 四十米 还是八十米啊 如果这间屋子 是你们家卧房 你晚上只要一醒 你看这顶 你说我在哪直班呢吧 这是 你这么大一个房间 是不可以做卧房的吗 所以他事情要有度 我一个朋友盖的那个屋子 那个大客厅巨大 我到他们家一进门 他从里面出来 我这从门口进来 然后两个人脸都笑僵了 手还没握上呢 对吧 我自己都这么大个房间干嘛呀 他自个儿说 我现在明白了 我为什么盖这么大房子 因为我太土 就觉得大了好 然后呢 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单面 通电玻璃 就是这玻璃啊 你从外面看 看不进去 但是从里头 外面全是清晰的 所有的人进去都上不了厕所 你试试 这要是一玻璃围着 你们全看不见我 但我能看见你们 我怎么在这上厕所 我怎么能够克服 我心里的巨大障碍 不是科技一定给你带来幸福 那个所有的人出来以后 我都特乐 我说厕所没上城吧 他说没有 说我这个没实在是上不成 他们家怎么这样 我说他们家就这样 这叫高科技 我隔了好几年 我又上他们家去的时候 我看到是什么呢 我看到的是 他不住那了 我说你怎么不住 你这边了 改会所了 他说这边也就招待招待人 我说这边有什么麻烦没有 他说最大的一个麻烦是 手机万一丢了 找不着 手机一静音 不知道自个儿搁哪了 他说我找一天都没找着 就在我这屋子里 不知道搁哪了 你知道这种麻烦 是你不经历 你是不知道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看 就是人生的缺憾 我们讲我也有 我并不是说 我的人生没有缺憾 我人生的漏掉的东西 你说你这个 怎么那么幸福啊 年轻时候买的东西 现在值那么多钱啊 它值多少钱 我可以说跟我没多大关系了 但是那些没买到的 跟我有直接关系 我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啊 去这个上海 上海当时有一种商店叫友谊商店 友谊商店 它主要是赚外国人钱 但是呢 你能买 那时候我看到一个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时候去呢 魂牵梦绕的 每回去都看 看得喜欢得不行不行的 终于这晚被别人卖走了 有一次我去了 这都88年了 我一看没了 没了心就凉了 有点像什么呢 漂亮的校花 被校草给牵走了 就这感觉 然后呢 次年 第二年 就是 香港苏富比拍卖会 这晚 那年拍了792万 你们算算 3万到792万 就是半年 我看完了以后呢 我不是心都凉了 连脚心都凉了 对吧 你人生啊 那3万块钱 我不买 是因为我不知道 后面这个结局 第二年这个结局 对不对 我要知道 就是我实在买不起 我也可以借钱 我买完了 是不是 看我没有 然后又隔了9年 1997年的时候 这个晚重新上拍 当时谁买的呢 88年的时候 是日本人卖走的 当时所有人说 哎呀 日本人有钱 日本人是啥 买花这么多钱 买个碗 肯定就这辈子死手里 赚不着钱了 结果到这个 90年代末的时候 日本经济下滑的时候 日本人就拿出来卖 一卖 卖了多少钱呢 卖了2147万 是他买的那个 这个三倍吧 这事过去20年 今天如果这个碗 拿出来拍卖啊 我们 最低的股价 一个亿 一个亿 你人生 就在你眼前 你捧了无数遍 给你无数次机会 你都没有 你都没有把握住 就过去了 过去就没了 对不对 那没了 你剩下就是一个故事 然后忽悠别人 那么我们现在想的 就是这个事 就是你人生啊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一定让你最满意 你每一步 你想都踩中那个点 是不可能的 对吧 我从来没讲过这些事 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呢 主要是为了让我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同学们高兴 我这一脚踩空了 你们会很高兴 那么 我当年啊 到香港去 看见一个东西 喜欢的不行 我喜欢一个金器 黄金的 这件东西啊 这是马 过去古人骑马 马脸上的 这东西叫当炉 简单的说 是你们今天看到所有豪车的车标 可以听懂了吧 你看一奔驰 有一个车标 你看一个奥迪 它有一车标 对吧 它有个车标 这就是标志 当炉 装饰物 从周代 咱们这个比方是周勤汉堂 这个周代 勤代到汉代 这就是马前面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志 这东西纯金的 你会看到上面全是动物神兽 把一这么大块纯金扣脸上 搁今天也挺狂的 我要搁我脑门上也挺狂的 是吧 搁这马的脑门上呢 代表这个时代的标志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呢 在香港的河里活道 那个人 我说呀 这东西我太喜欢 他说你喜欢不成了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我卖了 我说你 你卖了你给我看什么呀 你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你说昨天他跟人结婚了 你这不是 你拿我开涮吗 对吧 我说你不能给我看呢 然后呢 我说你怎么卖了 我说他给钱了吗 那女朋友领证没有啊 对吧 然后 他说给了定金了 他这事就没辙了 这事就没辙了 对吧 不